北京疫情最新的發展確實是惡化了 所以進入戒嚴狀況 事實上美中關係這兩年 非常深切的影響 台灣的政治跟選戰 特別是這次高雄在罷免韓國瑜之後 韓粉揚言要報復性的罷免 但是陳其邁也投入了高雄的補選 世間議員怎麼觀察 林冠今天國民黨江啟臣主席說 高雄市長補選國民黨一定戰 那我也說這樣國民黨一定輸 這個時候國民黨才剛剛 韓國瑜被93萬票這麼高票罷免 那國民黨這個時候應該是要 韜光養晦 閉門思過的時候 他國民黨很糟糕的 他這麼百年的一個大黨 他竟然沒辦法參悟 我八個字提供他們來參考 這八個字就是說 應該要以退為進 常著於巧 要懂得常著 此時此刻是 我們多數選民很厭惡你國民黨 甚至高雄市民是瞧不起你國民黨的時候 你怎麼不好好的藉由這個罷免之後 你好好的來閉門檢討呢 所以這個時候還說要再戰 那甚至還被柯文哲跳出來吃他豆腐 那柯文哲一直說要白藍合作 林冠你看柯文哲把白放在藍前面 我是柯文哲我當然放我自己在前面 你看那你要邀請 柯文哲要捧江啟臣嗎 林冠 那你想 你站在人情義理 先來後到 你是個一歲的嬰兒小黨 你好歹尊重一下 這個百歲的百年大黨 百歲是老人 好吧 那他不但吃盡他豆腐 而且這個名字 白藍合作 林冠這台語白藍就白目 就很瞎很扯 就注定是會會失敗的 而且國民黨還陪著柯文哲 陪著這個民眾黨 隨之起舞了好幾天 他們也沒有斷然否認 一直到後來才開始 好像這個遮遮掩掩的 所以我認為這個事情不但讓柯文哲吃盡豆腐 而且讓人家質疑你百年大黨你是怎麼啦 柯文哲這個黨是一個毫無中心思想 毫無核心價值 就是說他的方向不明路線不清 那麼竟然也可以這樣插顆打混之下 那你國民黨還隨之起舞 我可不可以回應你 我覺得柯文哲有一個很清楚的路線 這兩年他的路線就是打民進黨 對啦 林冠 就是說你覺得他路線不清 我覺得他很清 對 林冠 就是說而且他定位的很清 林冠 你是我跟我們大家政壇裡面有少數看清楚這一點的人 其實我們民進黨很多人先前在這兩兩年之前 因為大家有的還隨柯文哲起舞 因為都認為柯文哲不錯 他代表一個白色力量來革新 那事實上柯文哲對我們民進黨是忘恩負義 恩將仇報 您說我們並不是說我們民進黨六年前 你讓你就你要怎麼對民進黨報答感恩 不是 民進黨要他報答感恩的是說 對 我們臺灣這個國家 我們這個社會 你應該趕快怎麼樣為臺北市 為首都來建設 那最主要他至少管好他的嘴巴 可是他連他的嘴巴都管不好 所以我當時前幾天我一直具體建議 而且要求國民黨說 你這次高雄市長補選 你們應該乾脆不要選 棄選 你繳白卷 一白遮三醜 第一點就遮掉你國民黨長期沒有在高雄經營 遮掉你的臨時報佛教 第二點遮掉你們國民黨的低支持度 韓國瑜再怎麼擦後 你看他在六都最後一名二十三縣市成績 他也敬培莫座 可是好歹韓國瑜還十幾%的支持度 那國民黨現在很慘 國民黨現在十%都不到 國民黨只有九% 所以乾脆你棄選 那關門檢討 那遮掩掉說你的低支持度 那第三點就是遮掉 國民黨的私出無名 國民黨你現在這個補選你要怎麼辦 你說你要接續韓國瑜的大旗 幫韓國瑜報一見之仇 那韓國瑜是九十三萬票高票被罷免的 你說那不 那我國民黨另起爐灶 您看韓國瑜十天前才剛被罷免掉 屍骨未寒 你就另起爐灶 那你也太絕了吧 所以國民黨現在變成是說進退 失去 師出無名 所以乾脆你就繳白眷氣選 一白遮三醜